欢迎订阅政治,我是喜耀 为了马来票,阿克马和尼克敏聘了 在昨天呢,尼克敏就不指名道姓的说 那些放火者或者是政治的寄生虫 假设被对付可怪不了任何人 结果呢,不知道是哪一号人物 硬硬要对号入座 就站出来呢,去骂这个尼克敏 叫他呢,好好的回家照镜子 所以呢,为什么突然间这个人要站出来呢 我只能讲说,谁吃到辣椒 谁觉得辣,其实更离奇的就是呢 在昨天,这一位人物阿克马 刚刚回到西马的时候呢 他就讲,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提控 到底谁想要提控你 为什么突然间你就准备接受提控呢 是不是心里有鬼 这个我教给大家自己去评断了 OK,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一个阿克马他本身 对于尼克敏或者是行动党的一众领袖呢 会那么的这个执着 首先第一点大家要理解 其实怼阿克马的人有很多 OK,像尼克敏 其实他也没有指明到姓怼 但是已经遭受到阿克马的这种猛烈的 这样子的抨击 你要知道的是呢 像是沙拉月 沙拉月的部长 直接是点名将这个警方去测查 这个阿克马 阿克马敢讲什么吗 OK,然后沙拉月的前领袖讲说呢 希望沙巴州 让这个把阿克马还列入这个黑名单 他甚至有这样子建议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点子 阿克马敢讲一声话吗 A都不敢A一声 OK,所以为什么阿克马就只敢对行动党的人呢 去一直去叫呛 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觉得在以前的那一套方程式是管用的 大家要回想一下 在之前 OK,国政跟行动党的关系是长什么样子 基本上就是死对头嘛 国政就一直去抨击行动党当权 马来人就会丧失所谓的选票 那你要知道呢 这样子的这个论述 其实一直以来 确实是为巫统斩进了一些的这个基本盘 但是自从团结政府组成之后呢 我认为他们本身已经无计可施了 至少对于阿克马来讲呢 他本身觉得再降下去呢 他本身一定是完蛋的 那接下去能怎样做 也就是呢 采用以前的这个策略 不停的想办法呢 在舆论上要摧毁这个行动党 不管行动党讲出什么的言论呢 我们就不停的用反过来的立场 或极端的立场呢 去攻击这个行动党 哪怕是现在在这个团结政府 我们在同一阵线呢 也没有情面讲 因为为了马来票 为了让这个巫统呢 能够重返所谓的宗教跟种族的保护神地位 我们在所不惜 这是阿克马现在的整个主流的这个看法 但是这一定是巫统内部的看法嘛 我认为现在仍然存在着分裂的这个所谓的 比方讲 巫统的一些最高理事 包括阿木扎西 他们本身一定是支持阿克马这样子的做法嘛 我认为他们内部可能已经乱成一团了 毕竟你要知道 现在阿克马假设一心想要这个行动党时 一直去攻击这个尼克敏的话 导致的就是本身行动党跟巫统的本质冲突 更加的这个剧烈 那请问这样子的政府可以做得稳吗 这样子的政府会不会再往后呢 直接分裂出来 我认为这就是目前巫统非常非常矛盾的地方 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的这个解放 所以其实阿克马这样子一直去抨击这个尼克敏 真的是一定有很大的利益吗 坦白讲 我觉得伤害远大于这个利益 因为很简单 假设这个策略继续下去 你一直去抨击这个尼克敏 对其他人呢 你A都不敢A的话 只会让人觉得 首先本身这个政府的公信力不强 第二点 如果你一直这样子的做 那我反过来问你一点 为什么巫统仍然要跟这个行动党继续的合作 但是这个问题我相信就可以让阿克马 哑口无言 OK 是为了官职吗 是因为你得到好处吗 这些问题在现有的框架 阿克马根本就答不上来 所以单纯的是为了马来选票 你牺牲了目前政府的这个公信力 你牺牲了目前你跟行动党合作底下 所拿到的一切好处 这就是阿克马为了一己之力呢 牺牲整个大局的最大的这个坏处 所以对于这个失控的这个野马呢 我认为假设再不除 你只会让整个大局呢毁于一旦 OK 有什么留言欢迎下面让我知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